第381章 仙伦天道 开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介三道 收了思绪 夜晨不由地看向外面 黑山老人扛着他的肉身 依旧在空间通道之中穿梭 而且 这光怪陆离的空间通道 不是一般的长 整整三个时辰都不见空间通道的尽头 我靠 这是虚空大阵吗 三个时辰都不见尽头 夜晨不止一次地往外看了 看来这老小子为了抢你的肉身 真是煞费苦心了 仙虚界响起了太虚古龙唏嘘扎舌的声音 构建这么一个虚空大阵 可不是闹着玩的 越长越好 夜晨冷笑了一声 不由得抚摸着自己的左眼 我感觉到了 仙伦眼的力量在快速复苏 那玄音之力也正在被智阳之气所驱除 也对 太虚古龙说着 还不忘晚上瞟了一眼 似是能透过地底 看到那高玄虚天的骄阳 当真是炙热耀眼 让人不敢直视 小子 算算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的你 应该差不多可以灵魂归位了 准备放大招吧 我早就准备好了 夜晨冷冷一声 眸中寒芒变得更加的冰冷 早在黑山老人打伤楚轩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在强行汇聚仙伦眼的同力了 加上仙伦眼中的悬音之力不断被驱除 仙伦眼的威能也在急速地复苏着 伤我师父 该死 夜晨拳头握得喀巴直响 仙伦禁术已经汇聚到了极点 他时刻准备献祭兽元 一旦灵魂归位 他会毫不犹豫地给黑山老人甩出一个天照 为了得到你 当真让我煞费苦心啊 外界 黑山老人虽然还在空间通道里 许事百无聊赖 这才将夜晨的肉身从麻袋中弄了出来 此刻 已经开始眼冒幽光地盯着夜晨的肉身看了 希望可以找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只是 扫了一圈之后 黑山老人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这才将目光放在了夜晨的左眼之上 费了这么大的周折 不惜以身犯险 他为的可不就是夜晨的左眼吗 你的左眼 是我的了 终究 黑山老人露出了阴森的笑容 一双浑浊的老眼 在烛火中泛着森然的目光 如恶鬼一般可不 说着他已经迫不及待地伸出了干枯的手掌 想要夺走夜晨的左眼 然就在黑山老人的手即将触碰到夜晨的左眼时 夜晨的冰冷的肉身猛地颤动了一下 闭目的他豁然开眼 时间刚刚好 你 见夜晨开眼 黑山老人顿然色变 天照 随着夜晨一声轻斥 但是他那左眼的仙伦印记缓缓转动了一下 一股无形的波纹 以他左眼为中心 瞬间蔓延了出去 是的空间都为之扭曲 如此短的距离 如此突兀的攻击 饶视准天境的黑山老人也当场中招 这 这是什么 见自己的头颅燃起诡异的黑色火焰 黑山老人满眼惊恐 他发现自己的头颅 在黑色火焰的燃烧下不断消失 只也止不住 偏偏 他竟然连一丝疼痛的感觉都没有 啊呀 黑山老人抱着自己的头颅亮呛了一下 惊恐地嘶吼着 这一瞬间 他动用了诸多秘法 但都未能湮灭那燃烧着的黑色火焰 以他几百年的阅历 从未根本无法解释这一切 饶视他这等修为 也变得恐惧了 破 这边 灵魂归位的夜晨 喷出了一口鲜血 身形亮亮强强的 虽然灵魂已经归位 但他肉身上的伤痕 还是存在的 要知道 那日 他是被一毛钉在了关天牙上 被人一件一件射穿身体 整个身体基本都是残废的 啊呀 黑山老人还在咆哮 头颅 已经被坟灭大半了 恐惧他的 在不断地挥动手掌 一掌打在了空间通道上 碰 轰 碰 轰 随着他这般疯狂的举动 整个空间通道都剧烈晃动了 见状 夜晨顿然色变 想要稳住身形 但他本就重伤在身 身形亮强的 现在根本连站都站不稳了 他娘的 这货疯了吧 咔嚓 咔嚓 很快 清脆的声音响起 空间爆裂了 整个空间通道 一寸一寸地崩塌了下来 空间裂缝 瞬间显现 不只是夜晨 就连黑山老人 都被卷了进去 啊 饶是如此 崩溃的空间通道 黑暗混乱的空间裂缝中 也依旧有黑山老人 歇斯底里的咆哮声 我日 这可不怎么好啊 太虚古龙四世 能看到这里的场景 饶是他的定力 心也随之提到了嗓子眼 要知道夜晨此刻的状态 只剩下半条命了 随时都有可能 在空间裂缝中隐命 先天刚切 开 当场 只剩半条命的夜晨 开启了先天刚器铠甲 将自己的身体 附了一层又一层 然 看似金刚难破的先天刚器铠甲 在狂暴的空间裂缝面前 显得脆弱如指 刚刚既出没多久 就轰然爆裂 夜晨的血肉之躯 直接就暴露了 破 破 破 鲜血飞溅 他那本就残破不堪的身体 一道道血痕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 映在了他的身上 多有血骨暴露 按照这个速度 不出一分钟 他便会被绞成血肉 危急时刻 夜晨一脸的疯狂 还在流血的左眼 微微闭合 再次汇聚同力 仙伦天道 开 随着他一声轻斥 仙伦同力 极尽汇聚的左眼 豁然开合 顿时 他的左眼变成了黑洞 以左眼为中心 有雷电撕裂 空间在扭曲 形成了一个漩涡 而随着漩涡的转动 他整个人都被卷了进去 不错 他对自己用了仙伦天道 通过把自己卷入空间黑洞中 来应对此时的危机 把自己卷入空间黑洞 尚有活命的机会 若是还留在这空间裂缝之中 以他的修为实力 以他现在的状态 基本是死死无生的 嗯 身在郑阳宗弟弟世界的太虚古龙 一脸的紧张 龙眸微眯了一下 很快 他抬眼看向了夜晨的九个分身 他们各个面面相去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有的在挠头 也有在左瞅右看的 不晓得在干啥 被卷入了空间黑洞 连本尊和分身的联系 都被切断了吗 太虚古龙沉吟了一声 眸中闪着隐晦不定的眸光 这下麻烦了 进去容易 出来难啊 本章完 第382章 空间黑洞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这是一片幽暗的世界 一眼望去 尽是黑暗 伸手不见五指 没有一点星光 没有一丝生气 没有一丝声响 有黑 死寂 无边无际 尽得可怕 破 就在此时 一道漩涡显现 一个血淋淋的身影 被漩涡卷了出来 这人 不用说就是夜晨 许是第一次 对自己施展仙伦天道 他刚刚出来 就差点跌倒在地上 待到站稳 他才把目光放在了 眼前这个漆黑的世界 饶食他仙伦眼的能力 都无法看破这黑色的世界 能看到就只是黑暗 龙爷 这就是空间黑洞吗 下意识地 夜晨开始呼唤 太虚古龙 只是 过了很久 他都没有听到回音 龙爷 夜晨再次呼唤了一声 只是 依旧没有回声 夜晨这才发现 他这本尊 和自己九个分身的联系 竟然被切断了 空间黑洞 竟然能将本尊 和分身的联系切断 这可一点不好玩 夜晨张了张嘴 又下意识地吞了一口口水 因为这黑暗的世界真是太吓人了 入眼之处就是一片黑暗 而且静得可怕 很快 他寄出了神石 朝着一个方向 无限制地探身了过去 但 三五分钟之后 他又无奈地收回了神石 神石所过之处 竟是黑色的一片 没有亮光 没有生气 无边无际 静得可怕 这地方 真是一刻也不想多待 夜晨不由地打了一个寒颤 随即 他闭上了左眼 想要再次对自己用仙伦天道 然 还未等他触发这个秘书 便喷出了一口鲜血 左眼的刺痛 让他神海轰鸣 眼角还有黑色的鲜血一出 该死 仙伦同力还没有恢复 夜晨抹了一把嘴角鲜血 想想也是 他先是动用了仙伦天照 后又动了仙伦天道 前后相差不到一分钟 消耗了太多的仙伦同力 已经不足以再次施展仙伦天道了 先恢复伤势吧 夜晨当即盘膝坐下 这空间黑洞很是奇异 上下没有界限 四面八方也没有边际 更加没有陆地 他就是这样悬浮在那里的 护法 夜晨心念一动 将仙伙和天雷召唤了出来 就连傀儡子轩也给弄出来了 很快 仙伙化成了仙伙道身 天雷化成了天雷道身 只有傀儡子轩 还如一根木桩一般立在原地 他们三个就把夜晨围在了中央 顿时 夜晨感觉有了那么一点安全感 仙伙道身和天雷道身 脑袋瓜子扭得跟波浪鼓似的 好奇地打量着这空间黑洞 特别是仙伙道身 看着这漆黑的世界 不由地挠了挠头 眼中还有迷茫之色 这边 傀儡子轩静静助力 在仙伙道身和天雷道身注视四方的时候 他那空洞的双眸 闪过了一道微尘般大小的灵光 喀巴 喀巴 很快 夜晨体内便传出了骨骼碰撞的声音 如今他的身体在接二连三的摧残下 已经基本残了 骨骼经脉断裂了大半 幸亏他有蛮荒链体这般霸道的秘法 恢复伤势 不然还真的费一番手脚 横跃宗 玉女风 小竹林中 楚轩和楚灵 助力在一座矮小的坟墓前 轻轻抚摸着墓碑 此坟墓乃是单鬼 灭杀夜晨那次所见 三宗大比之后 他们曾想毁掉坟墓 但却被夜晨拦下了 他说 或许有一天会用上 现在 的确是用上了 夜晨死了 连肉身都被盗走了 只留下一个冰冷的坟墓 我要去找他 楚灵儿脸颊上 滑下两行泪水 神色甚是凄美 还有西岩 楚轩美眸中 也是水雾涌动 在月光之下 凝结成了霜 灵儿 你在南处找 我去北处 纵然找遍天涯海角 也要寻到他们 呼 随着夜晨 一口浑浊气息 被长长吐出 他缓缓睁开了双眼 将近三天的时间的疗伤 他浑身的伤痕已然不见 断裂的骨骼经脉 也已经结续了 哇 狠狠地舒展了一下身体 夜晨翻身跳了起来 自此看向了空间黑洞 仙伦同力的恢复 还需一段时间 我要不要在这逛逛 说真的 他还真不敢随意游逛 太虚古荣曾说过 这空间黑洞 可到处都是坑 一不留神就栽了 不过 他还是祭出了十几颗照明的灵珠 抬起了脚步 一路祭出神时 探测着这个世界 这空间黑洞 全无白天黑夜而言 竟是漆黑的一片 夜晨走得很缓慢 也很谨慎 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不知何时 他才微微驻足 眼眸微眯地看着前方 那里有一道微弱的亮光 仔细宁看 才发现那是一个骷髅头 悬浮在了那里 皱了皱眉头 夜晨却是没有靠近 继续前行 接下来一路走下来 他时而都会看到一两块骨头 看其形状 乃是人骨 看来 都是被困死在空间黑洞的人 夜晨摸了摸下巴 就是不知道是那个年代的人 龙爷 我开始明白你的话了 这里没有灵气 有的只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若不幸便卷进来 多半会被耗死 直至耗尽最后一滴鲜血 耗尽最后一丝寿源 夜晨一路都在喃喃自语着 真正意识到 这空间黑洞的可怕 纵然你在墙 纵然你身边有一座临时矿山 源源不断地为你补充着消耗 但也终有耗尽的那一天 一切都敌不过这空间 黑洞沧桑的岁月 最重要的是 这里没有生气 没有生灵 在一点一滴被耗死的路上 还有承受那份岁月的估计 嗯 正走间 夜晨又看到了亮光 而且是血色的亮光 不由的 他再次微眯了的双眼 隔着无间黑暗 看到了那发光的东西是什么 那是 应该是一团液体 嗯 更准确来说 是一团血 约莫樱桃般大小 嗡 嗡 不知为何 当看到那一小团血的时候 夜晨感觉到自己的鲜血在沸腾颤动 似火燃烧一般 更为奇异的是 那一小团血也在颤动 闪着魔性之光 颤动之时 还有厉鬼无嚎的声音 周策更有魔煞之气汹涌 嗜血而狂暴 魔血 夜晨眸中瞬间闪过了一道锐利之光 本章完 第383章 魔之造化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魔血 空间黑洞之中 夜晨覆满金光的双眸 死死地盯着那一小团的魔血 他对那魔血甚是熟悉 因为他曾经无意中吞过一滴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体内才具备了魔血血脉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能动用魔道的力量 不由的 夜晨呼吸有些急促了 他太清楚 魔道力量的强大了 他之前只吞了一滴 魔化之后 战力就能飙升很多 而现在 樱桃大小的一团魔血 若是分开来算 起码有几十滴 若是全都吞了 那力量的增幅 会更加的恐怖 而且 那魔血中蕴含的磅礴晶圆 也必定能让他的修为暴增 因为当日在幽冥黑市时 一滴魔血 就让他的修为 提升了好几个小境界 既然等称我为魔 那我索性就做魔了 夜晨眸中闪过了一道金光 很快 他心念一动 体内奋出了一道青烟 凝聚成了他的道身 这空间黑洞危机四伏 他自然是不会本尊亲自去的 他是谨慎惯了 为了安全起见 让道身过去 取材最靠谱 至于傀儡子萱 他还真有点舍不得 这要是出了乱子给整没了 他会很心疼的 很快 道身就顶着三颗照明的灵珠走了过去 一边走 还不忘左右环视着四方 而这边 夜晨也翻手 取出了赤销剑 时刻准备应对一切突发的状况 果然 他的道身在距离那团磨血 只有十几丈的石出现了状况 他清楚地看到他的道身举步为奸了 每走一步 都显得异常的艰难 好强的重力啊 夜晨眼睛微眯了一下 眉头也不由地皱了下来 通过道身 他感觉到了那团磨血方圆 十几丈内的重力 明显增强了 约某估计一下的话 起码有几万斤的重力 咔嚓 咔嚓 很快 道身头旋的三颗照明灵珠 不分先后的碎裂了 而随着照明灵珠的碎裂 道身也停下了脚步 双腿是颤抖的 身躯也不由地被压得直起腰来 越靠近那魔血重力越强啊 夜晨看出了端倪 现在道身所承受的重力 起码有五万斤重 不仅如此 他还清楚地感受到道身体内的灵力 都被压回到了丹海 想要凝聚先天钢器铠甲都不能做到 他笃定 道身走不到那魔血旁 身体就会被碾灭 顶住 夜晨一声轻斥 而后气血暴涌 将滚滚的灵力传输给了道身 帮其凝聚出了先天钢器铠甲 而且是一层一层的覆盖 将道身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有夜晨共同承担那重力 道身的压力骤减 猛地跨出了一两丈远 此刻 距离那团魔血 也只剩四五丈的距离了 你妈 夜晨憋得满脸通红 就算与道身共同抵抗 也让他有些撑不住了 因为那重力 已经从五万斤重 暴增到了十万斤重 而且再往前的话 会更重 帮忙 夜晨慌忙说道 当即 仙火道身和天雷道身纷纷动手 两人纷纷将一只手掌 放在了夜晨的肩膀上 而傀儡子轩也动了 两只御手贴在了夜晨后背 灌输滚滚的灵力 有了他们的帮忙分担 到身体表那即将崩溃的先天钢器铠甲 再次汇聚 嗯 随着道身一声闷哼 他踏出了将近一丈 距离那团魔血 也只有两丈的距离了 但正是这两丈的距离 让却恍若天欠一般难以逾越 因为重力已经攀升到了十五万斤 扯淡的吧 夜晨暗骂了一句 好 随着龙音声响起 他神海的单阻龙魂跑出来了 围绕着夜晨环绕盘旋 顿时 道身的压力骤减了很多 猛地踏出了一丈多 这一丈 当场就让他半跪在了地上 不过这一次 他伸手便可触摸到那魔血了 速度点 夜晨骂了一句 娘的扛不住了 道身没有说话 而是艰难地抬起手 将那魔血抓在了手中 而后艰难地后退 退比镜就容易多了 而且在夜晨他们联合分担之下 他信不辱命地带回了魔血 而后整个都化作了一缕青烟 消失在了夜晨面前 呼 呼 夜晨剧烈地喘着粗气 神色还些苍白 额头竟是流淌的汗水 这空间黑洞 果然处处是坑啊 夜晨扎舌了一声 心中还有些后怕 若之前施展仙伦天道 进入空间黑洞之时 恰好落在了 那恐怖的重力范围 他恐怕当场就会被 碾成了血肉了 难怪龙爷不赞同我 轻易对自己 施展仙伦天道 夜晨沉吟了一声 这还只是重力范围 若是遇到其他混乱之地 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看来 日后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能对自己施展仙伦天道 太他娘的惊悚了 三五分钟的休息之后 夜晨恢复了过来 他这才摊开了手掌 看着悬浮在手心的魔血 因为他的存在 他体内的鲜血 又开始沸腾躁动 好似就要燃烧起来一般 深吸了一口气 夜晨当场就把一团魔血 吞进了嘴里 魔血入体 顿时化开了 流进了夜晨各大经脉之中 融入了他的鲜血之中 顿时 一股异常狂暴嗜血的力量 便在他体内肆虐开来 嗯 夜晨一声闷哼 跪在了地上 双手抱着头颅低吼 神海和丹海 都泛起了海浪 滚滚汹涌 很快 恍如厉鬼哀嚎的声音响起 甚是淒厉 而磅礴的气血 开始在夜晨身上生腾 似火燃烧一般 滚滚的磨煞之气 以他为中心 形成了一个漩涡 继而 夜晨的眉心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浮现出了一道魔纹 这一次的魔纹 比之前的若隐若现的魔纹 更是醒目清晰 就如刻上的一般 接下来就是夜晨的白发了 先是变成了黑色 又从黑色一根 一根一缕一缕的 变成了血红色 他的那双毛子 也变得血红 充满狂暴和嗜血之光 不 冥冥中似是有什么东西 破裂了一般 夜晨的修为 从真阳镜第二重 直接进入了第三重 不 不 不 很快 他真阳镜第三重的修为 接连破了三关 杀到了第六重 莫及 还没完 他的修为刚上第六重 体内魔道的力量 便汹涌翻滚 刚刚沉寂下来的修为境界 豁然三关齐破 直接杀到了真阳镜的第九重 至此 他的修为境界才停了下来 啊 连破七关 磅礴的力量 让夜晨忍不住阳天嘶吼了一声 那吼声在黑暗 幽济的空间黑洞中 显得格外的清晰 有吼声 但却是没有回音 本章完 第三百八十四章 仇字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静静地 夜晨盘膝坐了下来 修为连破七关 进阶太快 他需要去巩固修为 而随着他盘膝坐下 他怀里飞出了一个个的储物袋 随后纷纷炸裂 一块块灵石 在他身体周侧 化成了飞灰 而灵石中的灵气 都涌入了夜晨体内 咔嚓 咔嚓 随着一块块灵石碎裂 那汹涌的灵气 形成了灵气漩涡 通过夜晨各大毛孔涌入 此刻 夜晨的身体 就如无底洞一般 鸡吞牛吸着灵石碎裂后的灵气 不过 因为要巩固修为 他这次真的是下了血本了 那成片成片 成堆成堆的灵石 可都是钱啊 细数下来 足有几百万之多 不知过了多久 环绕夜晨周侧的磨煞之气 才纷纷脸于他的体内 他的长发 也褪去了血红的颜色 变成了漆黑色 因为修为 已经真挚真阳进九中天 他的寿源 也随之增加了很多 寿源的问题 暂时已经不是问题 静静地 他陷入了入定的状态 如老僧缠坐 一动也不动 北楚 浩天世家 大殿上 楚轩静静地 注立在那里 神色凄美 落寞无比 抱歉 没能守护好他的肉身 但我会去找 他的肉身若还在 哪怕是天涯海角 这或许就是他的命 殿上 浩天玄阵声音沙哑 满眼悲痛 说话时 嘴角还有鲜血一出 似是受了伤一般 我会再来 楚轩已经轻轻转身 如一阵风一般 走出了大殿 夜晨一坐就是九日 储物带得中 再无半块零食 就连灵丹也消耗了不少 不过还好 在几百万零食 和诸多灵丹的帮助下 他的修为彻底巩固在 真阳镜第九重 这次进阶太快 饶事他都未能预料到 呼 随着一口浑浊之气 被长长吐出 他这才睁开了双眼 两道恍若实质般的 金芒射了出去 如今 他的双眼变得有些不一样了 虽然更显内敛了 但却时而闪着魔性之光 时而也显现狂暴 和嗜血的神情 感觉一切都不稳定似的 哇 狠狠地舒展了一下身体 他这才翻身跳了起来 感觉到体内磅礴的力量 嘴角净出了畅快的笑意 仙伦同力恢复了 时代离开了 深吸了一口气 夜晨环视了一眼 这个漆黑的世界 却是没打算再涉足下去 因为这里太危险了 很快 他拂袖取出了一把匕首 聊起了自己的垂落的黑发 肖香师姐 师弟要效仿一下你了 说着 夜晨手握匕首 靠近了自己的左边额头 此字会让我记得 我背负着仇恨 西岩 楚国八千生灵 尹之平 葛青 郑阳宗 齐家 清云宗 王家 林真上人 夜晨刻得很是缓慢 每刻一刀 都会有鲜血顺着脸庞流淌下来 但他的神情 自始至终都是平静的 那是一个仇字 看着让人触目惊心 他的确在效仿肖香 直到西岩死的那一刻 他才真正明白 肖香的心境 那是仇恨 为了不忘记 为了永远记得 他不惜自残 毁掉花蓉月貌 如今 夜晨也是这样的心境 此仇字会让他记得他 背负着血海深仇 出了这空间黑洞 他将要走的 见识一条用血骨扑住的路 刻完了仇字 他这才拂袖取出了残破的鬼名面具 戴在了脸上 只露出了那个血淋淋的仇字 仙伦天道 开 随着天道漩涡呈现 他被卷入了其中 转眼消失在了空间黑洞之中 再次出现 是一片群山之中 咦 夜晨刚刚出来 慵懒趴在那里的太虚古龙 便抬起了头 看向了夜晨的九个分身 似是能够通过他们 看到了身处山林中的夜晨 你终于出来了 太虚古龙慌忙开口 老子以为你 迷失在里面了 差点就迷失了 夜晨环视了一眼四周 虽然夜晚 但他看到的 却是青山绿水 看的是浩雨星空 银月娇伦 能听到唧唧喳喳的鸟鸣 这一切比起那漆黑 幽暗 死寂 无边无际的空间黑洞 真是太美好了 还是外面好啊 夜晨贪婪地吸引着新鲜的空气 真阳进第九重 太虚古龙惊讶了一声 这才半月不到 你压得开挂了吧 咦 你为吗在额头上刻一个仇字 是不是咸的 龙爷啊 夜晨直接无视太虚古龙这些问题 而是疑惑地问道 我记得我是从空间裂缝中 进入空间黑洞的 出来之后 怎么在这里了 不是从哪进去 出来之后还在哪吗 一般而言 的确是从哪进去 出来之后还在哪 但你前提是你进入空间黑洞之后 要站在原地不动 但若 你在空间黑洞中动了 哪怕只是挪动了一小步 那你出来之后 就不会是原来那个地方 这是相对的 明白不 这个意思啊 夜晨摸了摸下巴 那我若是在空间黑洞里面 往东挪动一步 出来之后 我距离原来的地方 也会往东一步 是这样吧 如此可较也 太虚古龙捏了捏龙须 不须 不过 你这一次是个例外 这一次是个例外 你晓不晓得 你现在在哪 太虚古龙饶有兴趣地 看着夜晨的九个分身 不晓得 夜晨说着 还不忘挑了一眼四周 这地方 他确定是没有来过的 我也不晓得 太虚古龙耸了耸肩 不过 你可以通过本尊和分身的联系 约某估计一下距离 明白 夜晨点了点头 微微闭上了双眼 而后与分身建立了联系 静心宁气的感知 很快 他猛地睁开了双眼 脸色变得无比的精彩 正阳踪正北方向 八八百多万里 扯得吧 夜晨嘴角狠狠地抽动着 我进空间黑洞时 明明还在南楚 砸出来之后 就在北楚了 而且还是无限接近北楚最北端 说到这里 夜晨疑惑地看着太虚古龙 这跟你刚才说的不一样啊 我在空间黑洞中移动了不到三万丈 怎么出来之后 与之前的地方相差八百多万里啊 所以我说 这次是个例外啊 太虚古龙悠悠一笑 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 是因为你是从空间裂缝里 进入的空间黑洞 空间裂缝和空间黑洞 虽然不在一个卫面上 但却因为你的穿梭 有了那么一瞬的交错 也正是这一瞬 才导致了空间超挪移 这样说 你可懂 空间超挪移 夜晨扎舌了一声 这他娘的挪移的有些太离谱了 八百多万里 老子就算没日没夜地飞 也得飞十好几年啊 没办法 就是这么任性 正阳宗正北八百多万里 那这里应该就是北镇苍原了 夜晨摸了摸下巴 南楚分冬月 西楚 南江 北川 北楚也分东陵谷渊 西陵幽谷 南雁大泽 北镇苍原 中通大地 夜晨是根据正阳宗为基点 以距离进行推算的 这里无限接近大楚的最北端 约莫算一下 就是北镇苍原 轰 碰 轰隆 正在夜晨琢磨之时 一个方向便传来了轰鸣声 下意识地 他扭过头去 向着那个方向遥望而去 入眼 他便看到了一个驾驭长红的而来的白衣女子和紫衣老者 他似是在逃跑 因为身后还有十几道身影在追 各个杀气通天 待到距离近了些 夜晨的双眸不由地微眯了起来 目光放在了那个白衣女子身上 浩天诗月 夜晨喃喃了一声 本章完 第三百八十五章 旧人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碰 随着两座山峰轰然崩塌 浩天诗月和那紫衣老者 纷纷被震下了虚空 受 受 受 随着一道道神红飞射 十几道身穿阴阳袍的人 瞬间将两人围在了中央 跑 怎么不跑了 那十几人中为首的一个紫发青年 戏虐地看着浩天诗月和那紫衣老者 把该教的东西都教出来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 你妄想 浩天诗月冷哼了一声 身形亮呛 口中还有鲜血一出 玉尖上还有一道剑痕 伤痕处萦绕着幽光 化解着她的精气 使得伤口不能愈合 她身旁的紫衣老者更是凄惨 浑身血和无数 多有地方已经曝露出了血骨 最吓人的是她的胸前 还有一个森然的血洞 诗月妹妹 你这又是何必呢 紫发青年露出了森白牙齿 眼中尽是银血之光 你浩天诗家如今都这样了 还拿什么跟我阴阳诗家斗 莫不如你从了我 哥哥我会好好待你的 你少做梦 紫袍老者勃然怒喝 死到临头还嘴硬 紫发青年的眼中顿时暴射出了寒芒 给我杀了这个老东西 她话音落 十几个人纷纷杀向了那个紫衣老者 而那紫发青年 却是神色银鞋的 扑向了浩天诗月 养老 见状 浩天诗月慌忙上前 诗月妹妹 你的对手是我 紫发青年 瞬间挡住了浩天诗月 眼中 还有银鞋之光闪烁 滚开 浩天诗月一声冷斥 掌心有云霞汇聚 一掌拍向了紫发青年 给脸不要脸 紫发青年一声戏虐 不退反进 也是一掌推出 哄 两掌碰撞 浩天诗月当场就被震退 一口鲜血随之吐出 脸色瞬间苍白到了极点 嗖 紫发青年身形如鬼魅 浩天诗月还未止住身形 便再次受创 被紫发青年一掌 打得翻飞了出去 倒飞期间 还不止一次的吐血 没空跟你浪费时间 紫发青年神色一冷 翻手 取出了一把杀剑 一剑灌长红 直逼浩天诗月而来 小姐 那边 正在死战的紫衣老者 想要过来救援 却是被十几个人 死死堵在另一方 结束了吗 到飞之中 浩天诗月疲惫一笑 口中溢血 眸波也变得朦胧迷离 喃喃一声 父亲 娘亲 诗月恐怕回不去了 然 就在此时 一只手臂突兀的出现 揽住了她的腰支 声声定在了虚空之上 感觉到那只上传来的温度 浩天诗月下意识地侧手 正正地看着揽着她腰支的人 她戴着一个残破的面具 黑发飞舞 最为刺眼的是她右边 额头上刻着一个仇字 此时都还渗着鲜血 漠然间 画面在此一瞬定格 那戴着面具的青年 也在此一瞬 死死地刻在了她的眼中 正 她证然之时 响起了杀剑争鸣声 带到她看去时 才发现 那紫发青年绝杀的一剑 已经被叶晨一手牢牢地攥在了手中 任由那杀剑争动 任由那紫发青年如何失利 也无法再刺进半分 而此刻 叶晨已经抬起了脚掌 一脚 将那紫发青年踹翻了出去 哼 十几帐外 一座巨石被紫发青年盗飞的身体 砸得轰然崩塌 噗 刚刚爬起来 紫发青年便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脸色也在瞬间猙獰了下来 死死地盯着叶晨 你是谁 你想我是谁 这边 叶晨已经放开了浩天诗月 饶有兴趣地看着紫发青年 那就死吧 紫发青年抱贺一声 眉心当即有一道神光飞出 仔细一看 乃是一个阴阳轮盘 闪着璀璨的光辉 压向了叶晨 哼 叶晨冷笑 不退反进 二话一句不多说 豁然抬手 握手成拳 八荒一拳轰向了那阴阳轮盘 碰 咔嚓 当场 那阴阳轮盘便翻飞了出去 上面还布满了裂痕 徒手 汉灵气 这边 浩天诗月满眼的震惊 这人好强啊 碰 哼 破 他震惊之际 紫发青年 已经格外的凄惨了 被叶晨打得无力翻身 五个回合不到 整个都变成一个血人了 破 随着鲜血飞溅 还未止住身形的紫发青年 被叶晨风神一剑洞穿了头颅 到死那双眸都是凸显了 未曾想到 自己临虚境的修为 竟然会死得如此干脆利落 三公子 那些围杀子依老者的人 纷纷扑杀了过来 各个汹涌着冰冷的杀机 叶晨冷笑 脚踩着太虚步伐 如鬼魅般杀志 赤霄剑在在手 不断穿梭在众人之间 接下来的场面 就格外血腥和触目惊心了 叶晨所过之处 血泼一片 或是被斩落头颅 或是被洞穿梅心 或是被一剑生批 每一个死相都无比的凄惨 这 这下 不只是浩天诗悦 就连那紫衣老者的脸色都变了 那可是十几个灵虚境啊 其中还有一个灵虚三重天 竟然被杀得 丝毫没有招架之力 只是 他们哪里知道 修为进阶到真阳境第九重的夜城 已经具备跟灵虚境对战的资格了 一般灵虚境一二三重的人 杀他们跟娃似的 不 不不 两人震惊之时 最后一个人 被夜城逼到了岩壁之上 亮呛着身形 一脸惊恐地看着夜城 夜城大步上前 丝毫没有怜悯之心 出手也是干脆利落 风神一剑 洞穿了那人的头颅 至此 阴阳世家十几个灵虚境 无疑幸免 全部被夜城诛杀 翻手收了赤销剑 夜城便开始收获战利品 十几个储物袋 被他很自觉地收进了袖中 要知道 他现在穷啊 特别穷 身上连半块零食都没有了 他得弄点钱 没钱没底气啊 有钱才有安全感 这就是他的想法 而且 这次的手法依旧娴熟无比 不仅收走了他们的储物袋 连他们浑身上下的挂饰什么的 也都一并收走了 若非浩天诗月在这里 他会挨个把他们的衣服也给扒走 待到收拾完了 夜城这才看向了浩天诗月 和紫衣老者 多谢道友相救 浩天诗月和紫衣老者 纷纷拱手败献 本章完 第386章 大楚风云榜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举手之劳而已 夜城微微一笑 却是没有亮明身份 而是一手放在了浩天诗月御肩上 一手放在了紫衣老者肩膀上 继而变过颜色的鲜活涌现了出来 帮助两人清除体内的诡异力量 真火 浩天诗月和紫衣老者 纷纷看向了夜城 你是炼丹师 算是吧 夜城笑了笑 便扯开了话题 对了 那些是什么人 为什么追杀你们 闻言 浩天诗月深吸了一口气 我们是浩天诗家的人 这次下山 是替父亲取灵药的 那些是阴阳诗家的人 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这才半路截杀我们 取灵药 浩天家主 莫不是受了什么伤 夜城有意无意地问了一句 虽然从心底没打算接受他这个父亲 但他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哎 那紫衣老者 不由得一声轻叹 家主前些十日大闹南楚 受了不可磨灭的道伤 大闹南楚 夜城不由得皱了皱 浩天诗家距离南楚八百万里之远 怎么会去南楚闹事 小友有所不知 紫衣老者再次叹息一声 或许小友也听说过横跃宗夜城 他是我家家主的孩子 却被诬陷成魔 被钉死在了关天涯 后肉身又被盗走 家主勃然震怒 这才率人大闹南楚 却被南楚诸多势力围攻 损失惨重 家主也险些生死 受了不可磨灭的道伤 听到这话 夜城眉头又是一皱 不得不说 听到这些话 他心里还是很受触动的 没想到浩天玄阵 竟然会为了他而大动干戈 心中有些暖意之时 他心境还是不免有些复杂 哎 夜城沉默之时 紫衣老者再次叹息了一声 而一旁的浩天诗月 也是一脸的沉默 只是不断地抿着嘴唇 眉眸中还有一丝伤痛 这边 夜城已经缓缓收了手掌 浩天诗月和紫衣老者体内的诡异力量 已经被鲜火强势炼化 多谢道友相助 我浩天诗家感激不尽 浩天诗月和紫衣老者再次拱手败谢 他日若是有用得着浩天诗家的地方 尽管开口 还真别说 在下还真有事 请浩天诗家帮忙 夜城不由地笑了笑 道友但说无妨 你浩天诗家应该有大型传送阵 或是虚空大阵 但不知可否借我用一下 夜城笑了笑 距离难处太远 他总不能飞着回去 借助传宗阵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 自然 他的寓意 或许不只是借助传宗阵 刚才紫衣老者也说了 浩天玄镇受的是道伤 道伤可不是一般的伤 但要是无用的 而他恰恰就可以治愈道伤 加上他与浩天玄镇的关系 他还是决定去一趟浩天诗家 就算他再不愿意承认 他体内留着的依旧是浩天诗家的血脉 当然可以 对于夜城的请求 紫衣老者和浩天诗月欣然答应 这可是救命之恩 这点要求实在不值得一提 很快 庞大的飞剑入空 如一道长虹向着一方飞去 一路上 夜城都在埋头擦拭着赤削剑 但一旁的浩天诗月和紫衣老者 却是不止一次地偷看他了 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子 真阳镜的实力 简直强得吓人啊 小友 你如此年纪 便有这等实力 必定也是大楚风云榜上的人吧 终究 还是紫衣老者一句话 打破了沉寂 文言 一旁的浩天诗月 也不由地侧手看了过来 这一路走来 他们都还没有问过夜城的名号 说实话 他也很想知道夜城的来历 大楚风云榜 听到这个几个字 正在埋头擦肩的夜城 不由地抬起了头 对于大楚风云榜 他并不陌生 那是大楚年轻一代战力的排行榜 此榜每十年更新一次 不看修为 只看战力 但凡战力强横的弟子 基本都会出现在这风云榜上 至于这大楚风云榜是谁撰写的 这一直都是一个谜 但值得肯定的是 这大楚风云榜的排名 还是很公道的 你们有没有这一代大楚风云榜 夜城看着浩天诗月和紫衣老者 当然有 诺 浩天诗月当即翻手取出了一部卷轴 递到了夜城的手里 这是这一届大楚风云榜 三日前刚刚更新的 我先瞅瞅 夜城已经摊开了卷轴 入眼 夜城看到的 便是一个盛世刺眼的名字 第一名 横跃宗圣子 九成契合宿主尹志平 尹志平 竟然是第一名 看到尹志平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夜城双眸不由地微眯了一下 眸中还有寒光乍现 而且一股杀气不由地流逸出来 甚是冰冷 让一旁的浩天诗月和紫衣老者 都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 不由地 浩天诗月和紫衣老者 眉头不由地皱了一下 因为夜城的杀气 真是太过冰冷了 嗯 他的确是第一名 当即 紫衣老者一句话 化解了这个尴尬的起身 笑道 他是横跃宗九成契合度的宿主 身负太虚古龙魂 他的战力 当之无愧是风云榜第一 不过若是我家少主陈夜还在 那就不好说了 因为他的战力 不在尹志平之下 少主陈夜 夜城眉毛不由地一条 看向了紫衣老者和浩天诗月 试探性地问道 浩天诗月 是他 浩天诗月深吸了一口气 虽然我这个弟弟已经死了 但父亲说了 他就是我浩天诗家的少主 不由地 夜城心境又是一丝触动 心中叹息了一声 便再次翻动卷轴 入眼 他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大楚风云榜第二名 郑阳宗圣女 玄灵之体 姬宁霜 他能做第二名 我不意外 夜城喃喃了一声 真正与姬宁霜打过 他太知道姬宁霜的恐怖了 做风云榜第二 实至名归 掠过姬宁霜的名字 他再次翻动卷中 接下来的一个名字 却是让他有些陌生 大楚风云榜第三名 嗜血殿圣子 或尊 没听过 不过实力仅次于金宁霜 必定也是一个狠角色 夜城沉吟了一声 说着 他继续翻动 看到了接下来一个名字 大楚风云榜第四名 清云宗圣子 吕厚 吕厚 夜城摸了摸下巴 怎么从未听过这个人 他是清云宗的宿主 一旁 紫衣老者出言解释了一下 相传是五成契合度的宿主 跟横跃宗的宿主就差远了 不过就算是五成契合度 战力也是十分的强横啊 听人说 他们清云宗第一真传弟子周傲 被他一掌打得吐血 强得离谱啊 倒有没听过他很正常 一旁 浩天诗月轻语一笑 不过他的兄长 你应该听过 那就是 曾经清云宗第二真传弟子 吕智 本章完 第三百八十七章 低估的智商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吕智 听到这个名字 夜城谋中 微不可查地 闪过了一道寒光 这个名字 他当然知道 而且是 死死磕在骨头里的 因为昔日就是吕智废了他的丹田 让他变成了废人 这才被赶下郑阳宗的 不过 有时候他还是挺感谢吕智的 若非是吕智 也不会有如今的他 吕后 既然是吕智的兄弟 还真是让我意外啊 夜城不由得冷笑了一声 相传吕智被人暗杀了 就是不知道真假 紫一老者 轻轻捋了吕胡须 吕智当然是死了 但却不是被暗杀的 杀他的人 就在搁着坐着呢 那夜若非为了救姬宁霜 夜城也不会贸然出手 若非是关键时刻 觉醒了魔道力量 他现在估计已经投胎转世了 神色恢复了正常 夜城再次翻动卷轴 大楚风云榜第五名 冬月上官世家圣女 上官韩月 上官韩月 夜城眉毛一挑 不由得摸了摸下巴 他该不会 是上官月儿的姐姐吧 上官世家 竟然还藏着这么一个高手 唏嘘了一声 夜城再次翻动卷轴 他看到了第六名 并非是三宗一殿的弟子 而是罗刹海圣子东罗刹 第七名是杨坤 第八名是南宫少 第九名是侯天煞 夜城一个挨着一个看下去 让他意外的是 那林家的林霄 竟然在风云榜上的排名 是第二十七名 小子 你压狠掉啊 夜城唏嘘了一声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我一跳啊 不怪他如此 因为直到第五十五名 他才看到碧游的名字 碧游的实力 他是知道的 林霄竟然比他高出了二十八个名次 这足以证明 林霄的战力 何等之强 眼拙了 真是眼拙了 夜城又是一声扎舌 继续看下去 碧游之后 便是丹城的玄女 他们之后 就是郑阳宗的画云 和青云宗的周傲 第八十名之后 他才看到阴阳圣子 星月宫圣女 和血灵世家圣子 第九十一名 夜城看到了聂峰的名字 其后便是郑阳宗韩骏 和青云宗李星魂 第九十二到第九十五名的四个人 就是老熟人了 七夕圣女徐诺言 驻建成少城主陈荣云 玄天世家少主维文卓 北海世家少主李章 你们四个行啊 夜城又是一阵唏嘘 能在风云榜上 看到他们四个的名字 他还是很意外的 要知道 他们四个 还有那单程的玄星号星号星号杨圣子 血灵圣子 和星月圣女 可都是炼丹师 所谓树叶有专攻 炼丹师主攻的是炼丹 基本都不善战斗的 夜城没想到 身兼炼丹师身份的他们 竟然也上了风云榜 这世界真是奇妙 再次唏嘘了一声 夜城一眼扫过了剩下的五个人 基本都是没听过的 只是 知道看完 他始终都未曾看到有柳翼的名字 看来 世人都还以为柳翼师兄 还是个废人 失去了上榜的资格 不然以他的实力和天赋 必定会派在画云和周傲之前 握着卷轴 夜城喃喃自语着 他知道 这大楚风云榜 也并非是全面的 因为这片卧虎藏龙的土地 必定还有影视的弟子 常言道 高手在民间 也不是没有道理 以你的战力 必定是名列风云榜 前一百名的 浩天师月轻笑地看着夜城 但不知道 有是风云榜的哪一个 可否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 哦 文此言 夜城饶有兴趣地看着浩天师月 那你倒是猜猜 我是前一百名的哪一个 这个不怎么好猜吧 紫一老者很有深意地看着夜城 不由地轻轻摇了摇头 好猜好猜 一旁的浩天师月 却是信心满满 那 排除一下就可以了 大楚风云榜前一百名 有九个人是炼丹师身份 丹城的玄女 七夕宫圣女徐诺言 驻建城少主陈荣云 北海世家少主李章 玄天世家少主维文卓 阴阳世家圣子 新月宫圣女 血灵世家圣子 还有那个 也不知是何方势力 也从不露面的 秦宇 一对啊 还未等浩天师月 说出夜城的名字 一旁的紫一老者 便不由地一拍大腿 来来来 剩下的让我来猜 紫一老者自告奋勇 啰了履衣袖 九个恋丹师六个男的 维文卓 李章和郑荣云直接排除 你不可能是这仨小兔崽子 阴阳圣子 也排除追杀我们的 正是阴阳世家的人 你不可能是阴阳圣子 你也不会是血灵世家的圣子 因为他是紫色头发 说到这里 紫一老者笑看夜城 六人排除五人 那小有你 应该就是那个排名第九十九 不知是何方势力 也从不露面的情语了 尼玛 失算 听完紫一老者所说 夜城狠狠地揉着眉心 有点小看这俩人的智商了 见夜城如此 一旁的浩天世月 不由地轻笑一声 看来我们是猜对了 算是吧 夜城干咳了一声 依旧揉着眉心 按道自己这次又要顶着别人的名字 搞事情了 不过这样也好 多一重身份 多一份保障吗 不过想到秦宇 夜城不由地再次摊开了 大楚风云榜的卷轴 在第九十九名的地方 看到了秦宇的这个名字 别的人都是名次 所属势力 修为境界都列得一清二楚 只有这或这一页 除了一个名字 其他都是空白的 难怪多好天世月 他们说他从不露面 夜城不由地摸了摸下巴 身份信息就是空白啊 不过 夜城现在在琢磨另一件事 那就是 这秦宇既然是炼丹师 那当日他有没有去参加斗丹大会 若是参加了 他们是不是见过 一切都是未知 不过夜城还是决定 顶着这个名字潇洒几天 反正他体内有七天符咒遮掩契机 有鬼明面具遮盖面容 没人知道他是谁 那个 秦宇道友 你的额头 为什么刻着一个仇子 这边 浩天世月抿了抿嘴唇 终究还是好奇地问了一句 陈思被打断 夜城不由地干笑了一声 扯了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 刻着玩的 不过 他的这些话 怎能骗过浩天世月 他是何等聪明 怎会猜不出对自己如此之狠 不惜在额头刻下仇字 这其中没有事才怪 他身旁这个青年 必定是背负了深仇大恨 刻下这个仇字 也只是为了时刻地警醒自己 不过 浩天世月并没有深究下去 夜城既然戴着面具 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这是 不想让他人了解他 到了 紫衣老者 已经从飞剑上站了起来 摇指了一个方向 笑道 秦宇小友 那就是浩天世家 不用紫衣老者说 夜城也已经看过去了 那是一座灵山 整个都萦绕着缭绕云雾 山目郁郁葱葱 光滑四射 饶氏隔着这么远 夜城四世都能看到 那云端中 闲之起舞的仙鹤 不由的 夜城心里莫名地 生出了一丝紧张 他是浩天玄镇的儿子 体内留着浩天世家的血脉 若是当年他的娘亲 跟浩天玄镇来到这里 那这里 就应该是他记忆中 最清楚的地方 但是啊 造花弄人 他的娘亲 并没有随浩天玄镇过来 而他记忆中 也根本没有这里 有的只是千疮百孔的童年 和满目疮痍的回忆 本章完 第388章 浩天世家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介三道 说话间 庞大的飞剑 已然飞入了灵山 夜城虽然极不愿意看 但还是忍不住 四处环视了一眼下方 灵山很大 山下是浩天世家的子民 皆是凡人 开垦着道田 半山腰是普通的弟子 一座座阁楼伶俐 其中也不乏商铺接到这些 而浩天世家真正核心在灵山顶峰 那是一座异常庞大的府邸 月儿 飞剑刚刚落下 府邸中便有人引迎了出来 见两人没事 这才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真是上苍保佑 让你平安归来 此行甚是凶险 多亏秦宇道友相助 浩天诗悦一笑 说着还看向了叶晨 秦宇 听到这个名字 众人纷纷看向了叶晨 晚辈秦宇 见过诸位前辈 叶晨一笑 上前拱手行了一礼 虽然他知道 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他的书白长辈 但他却没有亮明身份 没有那么多理数 一个胖子老头 呵呵一笑 倒是这边 一般老家伙 将浩天诗悦拉到了一旁 悦 他是风云榜上的情语 正是他 传说中从不露面的情语 竟然是这样过的 老家伙们再次把目光 放在了叶晨的身上 当看到叶晨右边 额头上刻着的绸子 都不由地皱了一下眉头 好了 进去说 那个胖子老头 已经拉着叶晨进去了 知道叶晨救的浩天诗悦 他更是热情 让叶晨很是不习惯 他就是晴宇 走进府邸之后 来来往往的人 无论是弟子还是长老 都不由得侧目看着叶晨 他们这般目光 并非是那晴宇 占力有多强 排名有多高 而是他太过神秘了 基本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 也基本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 月儿啊 你下次不能再这么任性了 这边 一般老家伙 纷纷板着脸 看着浩天诗悦 就算是去 也是我们去 别再一身犯险了 就是啊 这次若非遇到秦宇小友 那还了得 知道了知道了 浩天诗悦 飞飞一笑 而后直接拖着叶晨 向着一个方向走去了 我先带他去见父亲 有点事 要跟父亲谈 一路上 叶晨都在好奇地 打量这四周 若是命运不捉弄人的话 他人生的前十几年 应该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很快 两人来到了 浩天诗家的深处 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别院 别院中 在满了灵果树 而叶晨刚刚走进来 入眼看到的 就是一幅幅挂在树枝上的画像 看到这些画像 叶晨心静一颤 因为那 每一幅画上的人都是他 每一笔每一画 都好似很用心 将他的模样 和神态画得栩栩如生 我弟弟死后 父亲每日 都会画上一幅他的画像 见叶晨看得入神 一旁的浩天诗月 不由地叹息了一声 叶晨没有说话 一边看着满园的画像 一边跟着浩天诗月 向着深处走去 很快 他便看到一个人影 此刻背对着他们 坐在灵果树下 那是浩天玄阵 背影显得有些勾搂 那长发颜色 那是黑白斑驳 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 而当走近了 叶晨才发现 浩天玄阵 再握着一块木头 再刻木雕 一刀一顿 动作很是缓慢 刻得很是用心 每一条纹路 都十分清晰 叶晨不用去看就知道 浩天玄阵 此刻刻着的木雕 也是他的模样 事实也正是如此 浩天玄阵 即将完工的木雕 就是他的模样 以此来告慰你心中的愧疚吗 不知为何 看着浩天玄阵如此 叶晨心灵触动的同时 生出了一种悲叹的心绪 那是复杂和怨恨 父亲 浩天世月已经走上前 因为浩天玄阵刻得很入神 显然未曾觉察到 叶晨和他的到来 听到呼唤 浩天玄阵这才抬起了头 月儿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 是父亲你太入神 可能是老了吧 浩天玄阵放下了刻刀 这才发现 身后的叶晨 这位是 浩天玄阵上下 打量了一下叶晨 不过当看到叶晨 那双眸子的时候 心中不由地生出了一种 异常熟悉的感觉 晚辈秦宇 见过浩天前辈 叶晨拱手行了一礼 秦宇 浩天玄阵 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风云榜上的那个秦宇 是他是他 浩天师月轻语一笑 挽住了浩天玄阵的胳膊 月儿这次可是九死一生 若非秦宇道友相助 可能就回不来了 你又下山 给我熏灵药了 浩天玄阵皱着眉头 看着浩天师月 万一管用呢 浩天师月吐了吐舌头 下次不能再这么胡闹了 浩天玄阵板着脸沉声一句 然后再次看向了叶晨 深吸了一口 小友 此恩情 我浩天师家不会忘 他日若有 用得着我浩天师家的地方 可尽管开口 有事儿有事儿 不带叶晨说话 浩天师月便有插嘴了 他是来借用传颂阵的 这个好办 浩天玄阵一笑 看向了叶晨 不过如此小友如此恩情 还请让我浩天师家 尽下地主之意 前辈客气了 我 月儿 不等叶晨把话说完 别院外便有声音传进来 话音未落 三个女子就走了进来 不用说便是 华须和浩天师语 和浩天师雪 三人神色带着紧张 当听到浩天师月 回来的时候 便慌忙赶了过来 好似也知道 浩天师月这次下山 有多凶险 你要吓死我啊 华须上前 便瞪了一下浩天师月 我这不是没事吗 姐 你下次再不能这么胡闹了 浩天师语和浩天师雪 纷纷说道 这位是晴雨 风云榜上那个晴雨 浩天师月慌忙转移了话题 许是知道华须他们会问 直接就把风云榜这三字也加上了 我们能平安归来 多亏他相助了 晴雨小友 大恩不言谢 日后若有用得着我们浩天师 哎呀母亲 浩天师月 直接打断了华须的话语 你这话 刚刚父亲已经说过了 要不咱们先吃饭 下次不能再偷偷下山了 晓得了晓得了 本章完 第389章 缠冤会蒙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夜晚 浩天师家大殿 酒香弥漫 坐北朝南最里面的位置 自然是浩天玄镇 他身旁是华须 至于其他人 基本都是下方分裂两旁 坐在一张张长桌上 参加酒宴的足有十几人 乃是专门为答谢夜城而设 浩天师家还是很热情的 来 晴晓友 我等敬你一杯 前辈真是折煞晚辈了 那个 你平时一直都是戴着面具的吗 一杯酒刚刚下肚 一旁的那浩天师语 好奇地看着夜城 习惯了 夜城微微一笑 那你额头 为什么刻着一个仇子 浩天师雪 也好奇地问了一句 雪儿 一旁的浩天师月 瞪了一眼浩天师月 美眸中似是写着这么一句话 莫要去问别人的秘密 这是休事间的一个忌讳 浩天师雪 似是看得懂那种眼神 不由得吐了吐舌头 夜城虽然没有说 但在场的都是何许人也 仅仅那一个仇字 就代表着 夜城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而且还是一个十分悲惨的故事 听我姐说 你很厉害的 浩天师语 大眼眨巴地看着夜城 三脚猫的功夫而已 夜城微微一笑 那可不是三脚猫的功夫 我姐可说了 你 玄震 浩天师语话语还未说完 便被另一边滑须的声音打断了 众人慌忙看去 才发现 刚刚放下酒杯的浩天玄震 嘴角溢出了一口鲜血 而且抹掉之后 又会有鲜血一出 脸色苍白了下来 还带着病态 最主要的是她的气息 时而违米 时而狂暴 顿时 店中的人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了 眼中既是担忧之色 无妨 浩天玄震笑了笑 生生稳住了自己的气息 但脸色依旧苍白 倒沙 这边的夜城 隐隐开起了仙伦眼 似是能透过外表 看到浩天玄震的灵魂 灵魂深处 那是一道裂痕 时而扩张 时而收缩 很是不稳定 她准天境的修为 都无可奈何吗 夜城喃喃了一声 再次见识到了道商的可怕 长此以往 她的修为 必定跌落得空明镜 家主 长天真人他们到了 众人担忧之际 外面有一个弟子走了进来 快请 浩天玄震慌忙说道 许事情绪有些激动 嘴角再次溢出了一缕鲜血 很快 一个身穿紫袍的老者 走了走了进来 还拄着拐杖 身顾临寻的 双眸有些红 总是闪着那么一两道幽光 给人的感觉很不好 准天静 夜城眼睛微眯了一下 长天道友 别来无恙啊 店中包括浩天玄震 他们都已经开始拱手寒暄了 好说好说 长天真人悠悠一笑 而后很自觉地坐在了一张桌子前 好似早知道那张桌子 就是为他而留的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还带着一个轻摇着 折扇的白衣青年 这丝体型修长 面色阴柔 长得还算俊朗 但却生得一双丹凤眼 薄薄的唇片 也净显刻薄之色 最让夜城受不了的是 他嘴角总是挂着一抹戏虐笑容 这次坐下之后 目光便放在了浩天诗月 他们三个人身上 而且眼中没有掩饰的 尽是淫晦之光 见状 浩天诗月 他们脸色都不由得冷了下来 满眼的厌恶 他是谁啊 夜城看向了一旁的浩天诗月 李修明 李修明 听到这个名字 夜城眉毛一挑 摸了摸下巴 沉吟了片刻 这才看向了浩天诗月 风云榜上排名第69的那个 就是他 浩天诗月深吸了一口气 好似特别厌恶那李修明 特别是看到李修明那双眸中的淫晦之光时 他的脸色就更冷了 若不是我浩天诗家有事求他 我都懒得跟他一个酒宴上喝酒 浩天诗月 再次深吸了一口气 他就算是风云榜第69 但也只是一个后辈 你浩天诗家还有事要求他 夜城抿了一口酒水 再次看向了浩天诗月 情道友有所不知 浩天诗月传音道 我们是想请他 带我浩天诗家 去参加蝉云会盟 蝉云会盟又是什么东西 蝉云会盟乃是北镇苍原三年一次的盛会 浩天诗月解释道 这场盛会关系到北镇苍原各大势力地盘的划分 也就是我浩天诗家 原家 阴阳诗家 在北镇苍原所占有的封地 就是由这蝉云会盟所决定的 说到这里 浩天诗月停滞了一下 继续说道 这蝉云会盟是三家年轻一代弟子的对决 胜数多的 占有的封地自然就越多 你们这还真是奇怪啊 夜城唏嘘了一声 以年轻一代的强弱来划分地盘 感觉怎么怪怪的 这是三家的先祖定下的契约 浩天诗月解释道 为的就是以和平的方式划分地盘 这样做 才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上千年来 我们三家都是按照这个契约进行的 这个意思啊 夜城摸了摸下巴 请风云榜弟子助阵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浩天诗月点了点头 但却是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怪只怪我浩天诗家 年轻一代太不堪了 多少年了 我们浩天诗家 都是以惨败收成 北镇苍原的封地 我们也只占了两成 而阴阳家和原家 各自占了四成 要知道 北镇苍原临时矿山众多 地盘越多 开采的临时矿就越多 为了家族的后续发展 我们只能理闲下市了 那你们为妈不请一个强一点的 叶辰疑惑地看着浩天诗月 说着还不忘瞥了一眼那李修明 他排名第六十九 去了打不打得赢啊 要是另外两家也请风云榜弟子 那不是白忙活了 问题是 那些风云榜弟子 个个都是狮子大张口啊 浩天诗月无奈地摇了摇头 请他们的代价 实在是太大太大 我浩天诗家这些年逐渐没落了 经不起他们的折腾了 但我感觉还是悬啊 叶辰悠悠一声 若是陈叶弟弟在 该有多好 浩天诗月抿了抿嘴唇 叶辰轻笑一声 却是没有答话 浩天道友 鉴于这次会蒙的难度增加 我们会有一个附加的条件 两人谈话之际 另一边想起了长天真人的话语 长天道友 但说无妨 浩天玄阵笑了笑 那就是在支付我们三百万零食的基础上 将你的三个女儿 嫁于我徒儿修明 本章完 第三百九十章 趁火打劫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长天 你这是在趁火打劫吗 浩天玄阵脸上的笑意缓缓消散 脸色也顿时阴沉了下来 双眸中还闪过了一道冰冷的眸光 不只是他 华须还有店中诸多浩天世家的长老的脸色 都在同一时间变得冰冷了下来 趁火打劫 赤裸裸的趁火打劫 此刻 就连夜城的口中 也闪过了一道寒光 虽然他对浩天世家 依旧有极大的排斥 虽然他与浩天世约他们没有感情 但他毕竟 就是浩天世家的人 他们毕竟是他的三个姐姐 如今见外人如此肆无忌惮地趁火打劫 他这个骨子里留着浩天世家血脉的人 自然是看不下去的 一时间 店中的气氛变得压抑了 浩天玄阵 你要明白 这次若你们再输了 就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了 对于一双双冷光 长天真人悠悠一笑 比起浩天世家的未来 三个女儿而已 你们 不用说了 我浩天世家不会同意 未等长天真人说完 浩天玄阵便吭腔一声 打断了他的话语 这一点 夜城还是很欣慰的 若是为了家族的未来 而牺牲自己的两个女儿 他会对浩天玄阵很失望的 还好 浩天玄阵的表现 证明他是一个好父亲 至少在这件事情 是一个好父亲 这让夜城不由地 对其生出了一丝好感 我觉得 你应该想想明白再回答 长天道人笑声中带着戏虐 难处一战 你浩天世家损失惨重 而你有受了道伤 若这次会蒙失利 你浩天世家基本就没有未来 用不了多久 便会被原家和阴阳家所吞并 相比这些 三个女儿都舍不得吗 说到这里 长天真人还不忘瞥了一眼浩天世悦他们 况且 我徒儿修明 也是人中之龙 难道配不上你的女儿 让我们嫁他 你少做梦了 浩天世语冷冷一声 你的徒儿是什么样的人 你这个做师傅 比谁都清楚吧 惨死在他手中的无辜女子 没有一千 也有八百了吧 听到这话 那李修明的脸色 顿时阴沉了下来 诗语妹妹 你说话可别闪了舌头 谁是你妹妹 浩天世语再次冷哼一声 你 那么 浩天道友 你的决定呢 长天真人瞥了一眼这边 优笑地看向了浩天玄阵 你要知道 没有我徒儿修明 你们必败无疑 不用说了 我不会同意 浩天玄阵冷哼了一声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修明 我们走 去阴阳世家 为师替你做主了 免费为他们服务 长天真人悠悠起身 戏虐一笑 浩天玄阵 你就等着你 浩天世家一败涂地吧 你 浩天玄阵一口气没上来 一口鲜血喷了出去 脸色瞬间苍白如指 哼哼哼 见浩天玄阵吐血 长天真人戏虐之笑 更是肆无忌惮 说着 他就要转身带着李修明离开 然 就在此时 一道悠悠的声音 在大殿上响起了 长天真人是吧 让你的徒儿 在禅渊会盟站台上等我 我跟他好好聊聊 此话一出 不只是长天真人 李修明就连浩天玄阵他们的目光也都无一例外地聚集在了叶辰的身上 特别是浩天玄阵他们 丝毫未曾想到叶辰会突然开口说话 叶辰刚才那句话 傻子都听得出来是什么意思 他这是要参加禅渊会盟啊 而且是代表浩天世家去参加的 这边 长天真人已经将目光放在了叶辰的身上 戏虐一笑 小子 你又是哪个 我叫秦宇 风云榜上排名第九十九的那个 就是我了 叶辰悠悠一笑 你就是秦宇 长天真人眼眸微眯了一下 如你所闻 叶辰一边说着 一边为自己倒了一杯酒 原来从不露面的秦宇 竟然是长你这副德行 一旁 李修明戏虐完味的笑了 下巴抬得高高的 满眼的挑衅轻蔑 还是真阳静修为 真是一个笑话 听你这意思 你狠掉了 叶辰自顾自地喝着小酒 连看都没看李修明一眼 灭你 一只手足矣 李修明不屑地一笑 小心牛皮吹大了 把你自己炸上天 叶辰一边说着 一边抠着耳朵 说完之后 还不忘把抠出的耳屎 很优雅地弹了出去 看来你是要试试我的实力了 李修明露出了森白的牙齿 说着 就要直奔叶辰而来 却是被长天真人当场给拉住了 这可是浩天世家 赶在这里动手 除非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 浩天玄镇 这该不会也是你浩天世家 请来帮你们打累的人吧 长天真人瞥了一眼夜尘 戏虐玩味地看向了浩天玄镇 嘖嘖嘖 还真是滑稽啊 如今的浩天世家 已经落魄到这般地步了吗 请一个第九十九名的风云榜弟子 你是在逗我吗 浩天玄镇深吸了一口气 冷笑一声 是我请的又如何 你有意见 闻言 长天真人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冷哼道 好 很好 送客 浩天玄镇声音铿锵 掷地有声 你们就等着惨败吧 长天真人一声冷哼 转身就要走 长天道友稍等 很快 店外便走进来十几个白发老家伙 看样子都是浩天世家的太上长老们 长天道友稍等 为首的浩天锦山速度最快 三两步便来到了长天真人的身前 拱手笑道 此事好商量 此事好商量 还商量个屁 你家家主都下逐客令了 长天真人冷哼一声 说着 长天真人还不忘瞥了一眼叶尘 阴阳怪调地说道 再说了 你们都请好人了 也用不着我们了 话落 长天真人就要抬脚离开 长天道友 有话好好说吗 浩天锦山 慌忙拉住了长天真人 此事是个误会 我们怎会请一个第九十九名的人 去带浩天世家去打泪 至于长天真人你的条件 我浩天世家答应了 我不答应 浩天玄镇 勃然大喝了一声 浩天玄镇 你是一家之主 浩天锦山冷冷一声 难道为了 浩天世家的未来 你连几个女儿 都舍不得吗 我浩天世家 什么时候沦落到 要出卖女儿换的未来 浩天玄镇冷喝道 莫说是我的女儿 换作是浩天世家 任何一个女子 我都不会答应 这不是你能决定的 浩天锦山瞥了一眼浩天玄镇 我等长老会成员 六成以上的人都同意了 此事 由不得你胡来 浩天世家的家主 是我浩天玄镇 浩天玄镇冷喝 铿锵又雄浑 镇的整个大殿都轰隆作响 我的决定 就是长老会的决定 你 送客 浩天玄镇一声冷喝 直接打断了浩天锦山的话语 好 很好 真是精彩啊 长天真人戏虐一笑 瞥了一眼浩天玄镇 又瞥了一眼叶臣 修明 我们走 长天道友 此事好商量 我们 不用商量了 我等已经决定去阴阳世家了 你们就等着惨败吧 本章完 我先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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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